人家琴棋书画 这个年龄了 那么多爱好 玩还挺有秀的 吃饭能吃一起去 聊天能聊一起去 然后玩共同爱好能玩一起去 这就行 哎呀男嘉宾比画还帅 你看呗 这多长还说的 一点不犹豫 男嘉宾比较随和 有个大优点 没看中吗 他听话随和就行 我们男嘉宾 这手上这个大金溜的 你看啊 他准备了一个盒 就是如果说要是 俩人处得挺好的话 可能就送给对方了 你感受不 这个哈得努力争取 你要是不优秀 绝对高盘不上 我合约他俩没成 你的远见不像 签什么都好 带好多 不能写 男嘉宾确实挺够条件的 男嘉宾带着诚意来的 就这份诚意表达了自己 非常重视这个舞台 一百分满分 给我们女嘉宾打多少分 九十五 那你给他打个分 我给你打 男嘉宾九十八 九十八分 畅量 不合理吧 女的比较男的 高八 这个个人就差劲 还是得从彼此之间的了解 先开始 来二位请就座 进入约会时间 你好 你谁啊 你好 我不是我英口的 在沈阳待了五年 是为了给女儿结送孩子 女儿在沈阳 女儿在沈阳 我老家是能拿的 英口八一圈 英口还是不错的 不错 八一圈 我是腐顺的 腐顺的 那我儿子来上海 儿子上海有车有房 儿子是工程师 把我独居东北 要不养省的我就锻炼 我喜欢过二十年 我不喜欢的 我不喜欢的又是孙的 又是儿子老年 也讨厌家 我五马年属狗 属狗 你那什么 我工资两千多 你有双门 我玩我有住房 独立住房 我有住房 你也有住房 你房子在哪 我在哪 在熊岳 熊岳 我儿子在巴鱼雀 你就一个儿子 我就一个儿子 我儿子一姑娘 那你好 儿子在巴鱼雀 我儿子不跟他人一块 我在熊岳 有个一楼七十七平 带个小菜地儿 一楼挺好的 我就要 一楼挺好 就为了要叫一楼 我才能上去 生活啥方便 那咱们来了解一下 我们男嘉宾的情感生活 来看一下大陈远 我和我的老伴 虽然是相亲认识的 但是感情特别好 他为我生儿育女 作为男人 应该心怀感激 用心关怀 意外总是比变好的结局 来得更早一些 一零年 我的老伴不幸没眼中毒 成了植物人 我在床前 侍奉他了四年零一百多天 顿顿都得 将那个饭菜打成戏糊 用正玩儿臭着喂他 如今他走了七年 孩子们都撑架了 都劝我再找个伴 我能有个陪伴 他们带沈阳也能放心 女嘉宾 我应该对你很好的 你愿意给我一个假吗 跟老伴这么多年啊 就属于是你照顾他的更多 是吧 是 一直是植物人 什么也不知道 什么也不知道 你给吃就吃 给喝就喝 管是你就是什么你 就是大小便 什么斗在窗上 四年零一百多天 他已经到那个地步了 背所是个阴的 就小猫小狗 也不能说 把他把他抛弃 看完我们男嘉宾的 这个情感的状况 咱们一世女嘉宾 有话要说咱也听听 你好男嘉宾 你好 听了你几年来 对你爱你的照顾 我们也都很感动 常言到 夫妻本事同龄鸟 大难临头 各之飞 你却能在你爱人那种情况下 你细心照料了四年多 看来你这个人品 是可圈可点的 很佩服你这样的男人 很佩服你这样的男人 谢谢 希望你能找到一个 你心仪的人 你还是一言那么做 祝福你 谢谢 在我心目当中 是说是没有是一婚二婚这个人 虽然跟我俩结合都是新婚 对 他被人骂 丑惊他不招人烦 得说 你应该 你应该